今天吃的是世界自然遗产 知藏螺 螺是什么?螺教? 不懂读这个字 这是什么? 这是一夜干 这是鱼 不知是什么 我见师傅 师傅要我买这个东西 我便买给他 打开包装 解冻后没有洗 要吸干水分 煎 剪开 现在我们吃什么? 我今天看到他们吃什么 就是这个 世界自然遗产之地 不是这个 在脂肠里吃这个 一夜干 一夜干是条鱼 其实我也不懂是什么 因为师傅说想吃这个 因为在日本餐厅吃贵 所以就 邀请回来试一下 我们上网看过煎香就可以了 我们解冻了之后 因为煎香太小 所以我们切开两半 正常可能 正常可能 成就煎 但是我煎餅真的太小 其实是正常的煎餅已经 我们解冻了之后 没有洗到的 用厨子吸干水分 就可以了 现在放下锅 是否就这样煎得了 就这样煎香 现在已经闻了少少香味 待会煎完尾段 我们再拍片给大家看是什么 煎了多久 有没有十分钟 很香 8-9分钟 现在煎了 约膜 刚才我也上网 趁这个时间 上网搜寻了少少 这个就是起枝刺的鱼 如果大家 有什么吃法 大家都可以留言 在下面 好香 其实一边煎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腥味 是完全有很香的鲜鱼味 另外就是 如果家里有气炸锅 大型的鱼 因为鱼很大 你看 鱼很大 如果大家有气炸锅 那就气炸吧 对了 试试 这个皮吃就可以了 吃的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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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到那些日本餐厅 我很少叫熟食的 通常叫刺身 已经 塞满了肚子 很少叫熟食 哇 好吃 这些肉 是确实 有咬口 有滑 有骨 咦 是不是没有骨 骨 骨 在这边 骨在这边 我看 在这边 好像没有骨 很棒 好吃 好鲜 再调回去 日本的海鱼 因为日本 都浪费了少时间去搜尋 日本的鱼 这只鱼 在日本的鱼 是比较珍贵少少的 所以 但是 这只鱼 在日本的海鱼 很丰富 嘲笑 不要想太多 師傅在里面挖住我 因为这个是他的午餐 做白饭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现在要起鱼 一夜干 是的